我們希望他的民調也可以上來 之前你有點名說你覺得林玄做得不好應該要下來 那現在經過這段時間你還有這樣的想法嗎 我的想法從來沒有改變過 他不適任做 我昨天也講過他不適任做行政院長 不是說他是一個不適任做任何事情的人 也不是說他的人格特質有什麼問題 我完全就是針對行政院長這個職位 跟他的能耐跟他做人的這個方法做事的方法 我認為做行政院長他不過也貪貪 而且用的人也不一定適合 人民從第一天當然就是在期待 你一個新的政權就要做好 沒有說好我給你五個月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都是蜜月期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不相信所謂什麼叫做蜜月期 每一天你都在接受檢驗 那麼他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新的政府上軌道好像是有一些 裡裡啦啦的地方 尤其是行政院方面有一些 不配不符合人民期待的地方 那希望以後可以慢慢改善 慢慢上軌道 因為我相信蔡總統說 所期待的他所要做的一些事情是對的 他要做這個行照的事情 他要施法改革 他要做退休人員的年金改革 這些事情都是對的 都是很艱難的事情 但是他有勇氣去做 我想這都是對的 人民期待的 那執行方面做得好 大家都好 我相信執行方面做得好 明確的明天要吃一下 OK 謝謝